北京时间4月23日凌晨0点半 德甲第29轮迎来一场比赛 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法兰克福 随着多特蒙德在德国杯赛场出局 意味着球队在杯赛都已经出局了 只剩下联赛可以踢 对于多特蒙德来说 本赛季是冲击联赛冠军的大好机会 毕竟与拜仁的差距极小 一场比赛的胜负都可能造成排名的变动 此次多特蒙德面对的是排名第七的法兰克福 双方近三次交手都是多特蒙德获胜 如今在此交锋 多特蒙德4比0大胜 本场比赛多特蒙德排出4-3阵型 在封线上马伦、阿莱和阿德耶米连枚出击 穆科科和莫德斯特坐在替补席待命 在中场位置 则是贝林个姆、埃姆雷比詹和布兰特的组合 瑞尔森、尼科比、施洛特贝克、胡梅尔斯和格雷罗四后卫搭档首发 科贝尔担任首发门将 这场比赛多特蒙德提得非常顺利 贝林厄姆为多特蒙德率先进球 随后马伦接到阿德耶米的传球 低射打进扩大比分 多特蒙德短短5分钟内就打进两球 半场临近结束 胡梅尔斯投球顶近 门将毫无反应 半场结束 多特蒙德就取得了三球的优势 比赛其实已经失去了悬念 下半场法兰克福的进攻依然没有任何起色 甚至更加糟糕 或许球员已经接受了输球的结果 变得无欲无求 而多特蒙德继续进攻 并由马伦再进一球 最终 多特蒙德4比0大胜法兰克福 由于败人这一轮翻车了 爆冷输给了美因茨丢掉三分 这让全取三分的多特蒙德 一下子超越了败人 登上了榜首位置 得甲变天了 目前 多特蒙德领先总身价高达11欧元的豪门球队败人一分 在联赛只剩下五轮的情况下 多特蒙德已经获得了夺冠主动权 没想到图赫尔接手败人之后会出现三线崩盘的情况 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图赫尔不能够尽快让球队走出困境 那么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其失败的赛季 他短时间内的成绩实在是糟糕透顶 完全不像是一个顶级教练 纳格尔斯曼真是冤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